覺得孫雄先生很像古具機 孫雄先生很像古具機 你自己怎麼看? 都很像 孫雄先生年輕人都很英俊 所以大家都能聽過孫雄先生的不少情史 大家可以在網上自己了解一下 這個人不是特別羨慕 因為除了是一個偉人之外 其實他也是一個普通人 不只是一個很單方面的印象 或者一個評價代表到一個人 他說普通話或者國語 其實不是很標準 如果大家在斐生的影片 都可能會留意到這件事 不是每樣都是這麼完美 小時候他已經在夏威夷留學 其實他在說那時候都是十歲八歲 但是還要得到考得很好的成績 特別是英文 本身有讀醫 讀醫本身已經不是一個 在當時來說 不是一個容易讀的學科 你已經看到他讀書方面一定是很厲害 剛才說那個英俊 他一定是偶長派 一定不能走得掉 但是他也是有他的實力 除了他英俊之外 其實他個人魅力 也是另一個他很吸引人的地方 建設中國 其實他有他自己一套的想法 有自己的理想 非常之鍵而不捨 我都希望可以有他的這樣的精神 因為這個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 就是很ifall 比賢 比賢 很 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